影视剧里的直求恋爱 谁看了不想喊一声 过瘾 大家好我是莱布 最近直求是恋爱突然冒了出来 顾名思义 就是男女主感情不拖他没误会 直接聊 老子就是喜欢你 老子现在就想和你表白 就想跟你在一起 那今天咱们就来盘一盘 影视剧里那些让我客拉了的 直求恋爱 最近国有剧《猪青好》 可谓是把直求是恋爱拿你的词死的 尤其是女主刘玲 这个虎狼郡主真的是太会了 因为早就被恶毒后妈在外面毁了名声 所以很多时候她行事都无所畏惧 破罐子破摔 而且没事还喜欢逛逛青楼啥的 然后就有这么一天 逛着逛着就遇见了我们的男主 作为金林卫的男主神院 表面上是冷面阎王 实则却是撩人的一把好手 毕竟高端的猎人 忙忙以猎物的形式出现 而面对突然送上门的大美男 女主一个飞扶火速压倒 看得我是血压直飙一百八 好家伙 现在国舞剧都进展这么快吗 而精力被男主反扑后 我们的小作精女主 就开始对她一见钟情了 开始疯狂的追封模式 面对半夜翻窗来 索要令牌的男主 她更是脸不红心不挑 一步步将男主逼向桌角 不仅如此 茶水里下药 偷看男主洗澡 围追堵截 随时摸胸机 一言不合就要扑倒球贴贴 李杰在女主这儿全都不作数 即使没条件 那也要靠自己灵光的小脑袋 创造条件 试问谁看了这种剧 不得拍着大腿说一句 女主好会啊 咱就说如果我也懂得 这么多撩人小气巧 那还至于母胎单身吗 再比如前段时间 刚满雪的古装短剧 念念无名 男女主之前的直求恋爱 看得我更是小脸儿童童 她 艳无名 表面上是温润如玉 玄乎济世的帅郎中 实则却是手起刀落的 朝廷安卫营指挥师 她 思小念 表面上是风姿错约 惠智蓝行的思念访房主 实则却是江湖顶级女杀手 两人因意外在青楼相遇 然后一见钟情 从此以后 她写药方 她研磨 她卖药材 她披衣 但是男主自知身份特殊 不想连累笑白吐女主 于是决定快刀斩乱麻 我与你说的清清楚楚的 那日 就当是我与你共同搭造了 那些被管买的姑娘 你无需回报 我三人一整的期限已到 明日起 不会再来自处 你也无需再来找 可是我们女主也不是吃素的 穷追不舍 每天都守在药铺前 而当面对消失了好几天的男主 突然间出现在自己面前时 更是火速表明起意义 我既与你说过 不会再来自处 为何好要来等我 还能因为什么 当然是喜欢你 喜欢你 古装剧里又直求恋爱 同样现代剧里也不能少 就比如这部 我在他乡挺好的 乔西辰和简一凡 他们的感情线 非常清楚明确 而且也是这部剧 让我清醒的认识到 不是所有领导爱家属 都是油腻巴总型的 两人之间的恋爱 很真实生活化 简一凡是公司空间的总监 而乔西辰则是每天 担惊受怕被裁员的老员工 虽然职位地位不同 但是他们三观却非常契合 两个人通过工作上的往来 渐渐日久生情 乔西辰独立清醒 同时身上又充满了勇敢 而简一凡则是一个 比较内敛的人 但是成年人的恋爱 往往最需要的 就是一针见血的挑明 所以面对着 一直唯唯怒诺诺 不敢表示的简一凡 乔西辰直接一个火速出击 你是不是 你是不是对我有点意思 是 虽然在简一凡表白的关键时刻 乔西辰怂到跑下车 但是有了第一次忐忑 就会有第二次的鉴定 所以面对乔西辰住宾馆 却发现针孔摄像棚 简一凡飞速赶到他身边后 两个人又揭起了上次的话题 直求告白了 反正就是 我赞议你现在 你愿意做我男朋友吗 我愿意 虽然两个人都属于是 不善于转发自己的感情 也没有什么豪华的场景 但是这种直求才是最生活化 让人怦然心动的方式 包括团建时简一凡的吃醋 大结局时简一凡为了守护 办公室爱情离开公司 都没有所谓的 违背现实的狗血剧情 有疑惑就提出来 有误会就解开 这才是最酷的 所以说每天工作 就已经更飞脑细胞了 好不容易下班唱一首剧 男女主还在那误会来误会去 坑尸别度都不代表白的 编剧老实 我看你是真想让我心耿心 爱醉业务 真心拜托以后多一点 这种直求爽快的恋爱吧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了 我们下期见 拜拜